未按訂閱的朋友記得快點按訂閱啦 還有記得按小叮噹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Hello 又是我廚良啦 大家要做一杯出色的芝士奶蓋茶 除了要有好美的茶底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它的芝士奶蓋 接下來的幾分鐘請大家看一看我的食譜 以及跟著我的做法 包裏可以做到口感軟滑又綿密的芝士奶蓋 吃下去的時候帶點微甜的同時 也散發著陣陣的芝士鹹香 真是很棒呀 好 現在就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要將100克的忌廉芝士 預先放在室溫回軟 然後我們需要準備83克的牛奶 將牛奶我們要分好幾次加入 這樣才可以更容易讓牛奶和忌廉芝士拌勻 那你就千萬不要貪快一次過把所有牛奶 倒進去忌廉芝士裡 因為如果不是你這樣做的話 忌廉芝士就會呈現一粒粒的狀態 很難很難再攪勻 那我大謊話說 都將牛奶分了足足四至五次加入忌廉芝士裡 然後你就會慢慢看到那個忌廉芝士 就是越攪越軟滑的了 將忌廉芝士和牛奶攪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煉奶了 煉奶我們是需要15克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入海鹽了 海鹽就預算大約四分之一茶匙至半茶匙左右 實際下多少呢 就視乎你喜歡的奶蓋的鹹度了 然後我們就另外拿一個乾淨沒有水沒有油的杯 加入100克的淡忌廉 然後就將忌廉打發 因為我們要打的忌廉份量很少 所以大家在打忌廉的時候 要留意著千萬千萬不要過度打發它 大家只需要將忌廉打發至出現紋老 以及它開始呈現微微挺身的狀態就可以了 你們看看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就可以將剛才的忌廉芝士牛奶混合物 就加入這個已經打好的忌廉裡面 然後將它們充分攪勻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作出最後的試味 我知道有些人是喜歡吃一些特別鹹的 芝士奶蓋的 好像我這樣 你記得趁這個時候最後加些海鹽 如果不是一會兒加不了的 那我就用熱水泡了兩包液晨的紅茶包 就放在一邊等它攤冷 就趁這個時候每個杯裡面 就落定一根真的蜂蜜 然後就將攤了一陣的紅茶 倒進去杯裡面 然後就將蜂蜜攪勻 這個蜂蜜真的很棒 是我奶奶給的 是真正純正的蜂蜜 然後就加些冰 放進去杯蜂蜜紅茶裡 那記得預留一些空間倒奶蓋 那我就預了一整串位 因為我是超喜歡吃奶蓋的 那由於剛才加了一些冰在茶面 還有自己親手打的奶蓋 是特別綿密的 那所以你會見到奶蓋 是可以浮在面 它不會那麼容易沉下去茶底的 最重要是什麼 你有足夠的時間幫它拍照的嘛 不知道大家覺得奶蓋配什麼茶是最好喝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午見 拜拜